特朗普挥出大棒将矛头突然对向沙特,又要对中东各国进行讹诈。 随着美英法悍然发动对叙利亚精确打击,中东局势陡然升级,美俄等国在中东更是剑拔弩张。 随着美国伊核协议延长日期在12日结束临近,美国驻以色列使馆搬迁日期的到来,中东局势更加复杂和危险。 而刚刚特朗普对中东协有沙特挥出大棒,到底寓意何谓,让我们细细分析。 5月7日,环球网报道称,美国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6日批评沙乌地阿拉伯任意羁押,称该国未经审判关押了2305人,有些时间长达数年。 人权观察组织分析称,沙乌地阿拉伯内政部的官方数据显示,有2305人未经法院审判,已遭政府关押于6个月。 该组织根据上述资料指出,尽管所设案件仍在调查中,其中超过1870人遭关押于一年,251人于三年,甚至有1人已被关押10年。 该非政府组织称,这是证据确凿的任意羁押。 不难看出美国这是又拿人权组织说事,而绑杀的却是自己盟友沙特。 此前美国打住人权组织的旗号,一直对各国进行打压,这些国家大多数是与美国对立的,或者是亲俄罗斯中国的国家。 例如此前的人权报告将菲律宾、缅甸、中国等作为攻击对象。 而沙特作为美国的铁杆盟友在中东为美国马首是瞻,绝对地服从美国,甚至此前一度传出沙特为了挽留美国在叙利亚驻军,甚至不惜将美军在叙利亚的一切花销包揽,这样的盟友美国怎么会对其进行打击,这无疑让各国大跌眼镜,难道美国疯了? 美国并没有封,更没有挥挫大棒,美国此举更多的是对中东进行军事讹诈,套取巨额军事经济援助。 仔细品读最近中东新闻和消息就不难发现,美国此举更多的想把土豪沙特的经济羊毛,非常符合美国优先特点,更有利于美国国家利益。 美国在中东花费巨大,特朗普号称花费达7万亿美元,这绝对是巨资,而年初美国因为财政问题导致政府都进行停摆,美国缺钱是不可忽略的事实。 怎么在中东套取更多利益和资金无疑成立美国的重中之重? 随住对叙利亚发起打击,美国显然不想退出中东,而军事情动又要花费巨资,美国此举无疑是在向中东要钱,沙特非常土豪拿其开刀正合适。 美国现在在中东不断搞事,又是使馆搬迁,又是私医和协议,还鼓动以色列对伊朗动武,航母更是在中东对叙利亚虎视眈眈,无疑是想将中东搅混,将战争引爆。 而现在的形势对沙特和以色列来说压力无疑很大,都可能成为战争的受害者,伊朗和俄罗斯的打击对象。 如果一旦战争发生,美国是唯一能有效遏制和掌控局面的国家,各国有求与美国才会大笔地掏出巨资给美国,而美国军活也会大胜一笔。 不难看出,随住中东局势的恶化,以色列、沙特、土耳其、伊拉克等国都可能将成为美国拔羊毛的对象。 各国为了保持不被军事打击都要购买大量军事装备,甚至还要为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行动买单,美国可以不花一分钱就能完成战斗资金的积累,甚至还能大挣一笔。 尤其是以色列,沙特无疑成了美军最大的赞助商,想不掏腰包都不可能。 而美国此举无疑将给俄罗斯造成很大压力,毕竟美国军事讹诈将给美国带来资金上的援助。 美军不必为军费开支而担忧,就如在03年伊拉克战争一样,盟友为其战争买单,在中东对叙利亚动手将很可能发生。 反观俄罗斯只有伊朗一个盟友,还被美国和以色列、沙特视为仇敌,伊朗和俄罗斯经济本来就不景气,军事开支将恶化其经济发展,美国此举无疑将伊朗和俄罗斯在军事和经济上都逼入了绝境。 所以俄罗斯最近在国际社会不断拉拢中国,呼吁欧盟坚持伊核协议,并且不断对美国和北约发出军事恐吓,企图用核武级匕首等超级武器阻止美国的疯狂打压和危险行为。 感谢观看